因为你心中有佛光 首先照亮了自己 同时也能照亮无数的修行人 如果一个人连自身的魔尼珠都没有点亮 在红尘的茫茫黑夜中 首先看不清路的就是自己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修心要有平等心 而且要有一颗与众生一起解脱的菩提心 师父还说 学佛人不管是自度还是度人 能够得到的都是未来学佛解脱之道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这位同修分享道 在这几天的祝念中 看似我们在为师父助念 实则是恩师给了我们供养佛法僧的机会 念经供养 这几天在为师父的助念中 没有其他想法 就是想尊师嘱托 好好念经 不想其他 也因恩师的缘迹 弟子放下许多 清晨 清晨 梦见恩师穿着黑色西装 站在莲花池旁 里面有很小的莲花 大概七八朵 师父对我说 这就是你的福 紧接着在11月13日早晨 梦见自己在吃面 分享以上梦境 只为了告诉师兄们 好好念经 好好修 才是对恩师最好的报答 梦境尽自己的分享 师兄们看看就好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为师父 108遍心经面好 感觉一下子想通很多 心中的烦恼烟消云散 一定又得到师父的反加持了 感恩慈悲的师父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在此 我想跟师兄们分享 关于在过去的三天内 我为师父念诵了 观世音菩萨圣号和礼佛大忏悔文 我第四天就梦到买新衣服了 宵夜了 所以 其实我们为师父念经 反而是我们得到更多的反加持 师父是在帮我们宵夜 都是在为我们好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如果一个生活中没有信念的人 他就犹如一个掉进海里的水手 会在浩瀚的大海里沉没直至灭亡 台长告诉大家 洛杉矶发生的一件真实的事情 在1989年 美国洛杉矶大地震 不到四分钟的时间 三十万人受到了伤害 一个年轻的父亲 安顿好自己受伤的妻子 他就冲向了自己七岁的儿子上学的学校 等他过去一看 那个昔日充满着欢声笑语的三层楼的学校 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他顿时感到眼前一变漆黑 大叫 阿曼达我的孩子啊 哭得就跪下来了 在地上大哭之后 他突然之间想起经常对儿子说的一句话 就是无论发生什么 父亲总会跟你在一起的 他停起声向那片废墟走去 他就用手在搬开石头 用手在挖 这个时候不断有很多的父母亲走过来大哭 我的儿子啊 我的女儿啊 哭过之后都绝望的离开了 有些人上来拉住这位父亲说 太晚了 孩子们已经死了 你回去吧 还有人说 你要冷静一点 你要面对现实啊 这位父亲双眼直直地看着他们问 你们帮不帮我 没有人帮他 消防队拦住他说 太危险了 随时可能起火爆炸 请你离开吧 这位父亲说 你能不能帮我呀 警察走过来说 我们知道你很难过 但是这样不但不离于你自己 对他人也有危险 马上回去吧 他还是那句话 你帮不帮我呀 人们叹息地走开了 都认为他已经精神失常了 但这位父亲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我的儿子在等着我 他挖了八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二十四个小时 他挖了三十六个小时 再也没有人来阻挖他 他满脸灰尘 双眼布满血丝 浑身上下 破烂不堪 到处是血迹 到了第三十八个小时的时候 他突然听见地底下 传出孩子的声音 爸爸是你吗 爸爸大喊 阿曼达我的孩子 爸爸真的是你吗 是我是爸爸 我的孩子啊 儿子在地下说 我告诉我的同学们 不要害怕 只要我爸爸活着 就一定会来救我们 因为爸爸说过 无论发生什么 你总会和我们在一起 父亲接着问 孩子啊 你们下面有几个孩子活着 儿子说 爸爸 我们还有十四个同学都活着 我们都在教室的墙角 房顶塌下来的时候 架了一个大三角形 我们没有被砸到 但是我们很饿 很干 我们很害怕 这时候父亲像发了疯一样 对着四周说 大家快来啊 有十四个孩子啊 这个故事说明 奇迹虽然让我们很庆幸 但是信念的能力 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我们现在人 想要做事情成功 要相信自己 一定能够成功 我们要学佛的人 要修心成佛 要做好人 我们要有信念 我一定能够改掉身上的坏习惯 学会用心灵的力量 让自己能够彻底改变 这就叫修心啊 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相信会失败的人 你总是相信不好的结果 一定会发生 因为他们的错误 在于你缺乏自信 我们学佛人 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边 已经有菩萨保佑了 很多生癌症晚期的人 他为什么能够好 他相信 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救我的 所以坚定的信念 就算活在烦恼的人间 你也一定会修出一个 心中的净土世界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常赞叹菩提 常生菩提心 这样才会让你心中如明灯 寻回佛性根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